总统马英九今天首度表示 两岸互设办事机构不是经济性质 而是政治性质引发外界议论 对此学者赖一中分析 中共加大逼迫政治谈判下 马总统频频在国际场合向中共释放善意 但结果是谈判压力没有缓解 却增添台湾内部不安 总统马英九一改之前说法 强调两岸互设办事机构不是经济性质 而是政治性质 甚至说这是两岸签署的协议中 政治性最高的一个 对此学者表示 因为他受到中方 他政治谈判压力就很大 当马英九他在提到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性质 高政治性质的一个谈判的时候 那么中方他可能会认为说 你是在用这样的一个议题 来把我的政治谈判的要求来进行灌水 它只会带来中方更多的压力 不过这次向美国访华团 提出两岸办事处新解 以及在双十文告提及的 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学者认为 马总统近来在国际场合的两岸论述 既没有缓和中共政治谈判压力 反而增添国内民意不安 日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说 两岸官员在APEC会议上互称官衔 是两岸互不否认的体现 但中共随机驳斥 称联想过于丰富 直接交马政府冷水 马总统今天对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 访华团的这番讲话 会不会使美台关系在天变数 值得关注 新唐人亚特电视 崇尼摩成真 台湾TAP 播导